其實我原本打算下個月再開始做IRA系列的影片 但是前幾天聽到有人跟我媽 講一堆有關IRA的事情 我還是先做一集給我媽好了 順便做給那些還不了解IRA的朋友們 哈囉大家好我是珠珠朱莉亞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要來講IRA 首先我要先介紹什麼是IRA IRA就是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它跟401k SAP有一點點不一樣 一定要有earn income 就是以勞動力換取的金錢才能拿取存 Investment 超股 Dividend 利息 Rental Income 收租等投資都不算是主動收入 這一點一定要注意 剛剛說的那些 income 都是屬於 passive income 就是被動收入 那你說如果沒有工作的人怎麼辦 別擔心不要緊張 只要你的配偶有工作你就可以存 IRA主要有分兩種 Traditional IRA跟 Rough IRA 未來會不會有更多的選擇 我猜很大的機率是有的 但是我沒有一支能力 我不能跟你保證什麼時候會有 不然我就是股神了 如果有新的消息我會隨時更新 記得追蹤我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IRA的第一場消息 Traditional IRA跟 Rough IRA 是屬於個人的退休帳戶 要不要存 事實上你們自己決定就可以了 因為所有的 contribution 都是個人的 意思是說你的老闆 你的家人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朋友都不能把你存 Traditional IRA之前是規定70歲半以前可以存 現在是規定幾歲都可以存 但是72歲以前又開始 慢慢的把錢拿出來 他們叫做RMB 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 意思就是最低領錢規定 政府每年都有規定 一定要領一定的比例錢出來 實際的金額可能要找 會計師或理財師來幫你算 因為政府要抽稅 所以不可能讓你把錢放在那邊 留個後代子孫 如果最值不想把那些錢領出來用 可以轉成年金或是RMB之類的 儲蓄帳戶 可以由下方的資訊聯絡我 若有專業的徵兆 我可以根據你的財務政劃跟你討論 找出適合你的財務規劃 好了 言貴正傳 哪一種IRA比較好呢 Traditional IRA的好處是 可以先抵稅 但是領錢的時候 要看當時的稅率打稅 注意注意喔 不是不打稅 是晚一點打稅 美國萬稅萬稅萬萬稅 什麼都要打稅 目前我算是無業中 甚至沒有副業 倒是進行中 而且我自己到目前為止收入都不高 老公雖然上班族有主動收入 因為我們現階段都是全Traditional IRA 加上基本的扣除額 就現階段而言 我們是省掉了不少的稅金 很多人都說要看Rub的IRA 措施判以後的稅率會越來越高 但是我覺得基本扣除額也在成長啊 所以我是覺得不用擔心啊 10年前個人的基本扣除額是6000億 現在個人的基本扣除額也1萬4了 過去基本扣除額從原本的1萬2到現在也2萬7了 我個人是覺得新階段沒有房產的人 沒有辦法有聲明用Itemized Reduction 都可以考慮一些投資存在Traditional IRA 反正Traditional IRA 隨時都可以轉去Rub的IRA 這個動作叫做Rollover 不知道怎麼處理的話 也可以透過下方的資訊來跟我聯絡 我再來幫你處理 再來我們要先感謝William Roth 他1988年提出Rub出來 讓我們有多一種選擇 那就是Rub IRA 因為他是用打國稅後的錢去投資 所以領錢的時候不用再打稅 跟Traditional IRA 恰恰相反 但是要注意喔 個人年收入淨值超過15萬3千美金不需要 個人年收入淨值超過13萬8千 但未滿15萬3千美金 再要詢問一下會計師 普及共同報稅 則是年收入淨值超過22萬8千不需要 普及共同報稅 你收入超過21萬8千 但未滿22萬8千美金 就是要洽權會計師了 我這邊會提供一個表給想投資在Rub IRA的人參考 另外我還要再補充一點 應該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IRA不是以12個月為週期 它是以16個月為週期 但是會有重跌 我這樣講可能沒有很清楚 直接舉例好了 比如說2022年的IRA 你可以在2022年1月存 你可以在2022年12月存 甚至可以在2023年4月再存 反正在報稅前一天再存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你有16個月可以存 有16個月可以慢慢考慮 錢到底是要放在Traditional IRA還是Rock IRA 好這集就先分享到這裡了 喜歡我的影片請按讚 下分享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期見掰掰